你的小屋是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有位來自泰國的年輕人 他因為感恩台灣人在泰國的議診 決定奉獻自己的力量 以免費教授泰語的方式回饋台灣 幾年的時間下來 造福了不少想要學習泰語的民眾 加了嘉義就叫醫院的疫症 醫生看診就防疫 然後過程當中我光看到台灣人很有愛心 一直看一直看 有時候吃飯也沒時間去吃飯 這些過程當中我看到 也很感動台灣人有這樣 很有愛心的去幫助異國人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我可以做一些為台灣有幫助的 我能做的就是教泰文 教泰文給台灣人這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他來上課的有一些是醫師 有些老師有一些是工程師 有一些是在公司當主管 有些是自己開工作的老闆 而且老師不但沒收錢還付錢買禮物送給我們 對呀 然後他回來還買糖果跟我們吃 對呀 回答問題還可以拿慢煮包 第一期時候我每次上課前都會自己親自去煮愛宴 煮泰式料理 煮泰文給這些來上課的朋友吃 陶淵有一家專門販賣東南亞書籍的旺檢書間 不僅提供新移民或是移工有機會可以看到家鄉的書報雜誌 店內還舉辦許多活動 讓台灣的民眾可以透過輕鬆的方式 更加了解東南亞的文化 是在桃園後站小巷裡的書間 書架上陳列漫畫書 雜誌 小說 雖然印著看不懂的書名 但任何一本都可能是東南亞一工朋友 身處於你的精神糧食 書籍作為一個承載知識的載體 其中蘊涵了很多可以改變人生的力量 在過去台灣其實並沒有特別為移民工設置太多的書庫 外面書店有點像是全民的客廳喝喝茶 學學語言在這邊聽聽講座 東南亞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怎麼樣去跟東南亞朋友交朋友 書店空間除了為東南亞一工帶來書籍 也為桃園社區帶來分享學習的機會 通過語言方 工作方 講師們懷抱期待 將空間注入各色活力 如果他們來這裡三個的人 他們會了解印尼的語言 文化 歷史 是新住民的背景 所以他們能夠比較容易幫助印尼人 為了一種語言之後 你就會開始對他們更好奇 然後可以看那邊的人 他到底是怎麼去共同的 《萬劍書籍》希望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專門為移民工在台灣 所保留的一塊 跟台灣人可以互相共用共享的一個空間 《萬劍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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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劍書籍》